张先生今年45岁,来杭州打平13年了 2020年9月,他和华润质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分公司签了三年劳动合同 在杭州丁桥的明西府小区做工程主管,一年收入15万左右 我的工资是年薪制的,三薪就是以基本工资的数做基础乘以三倍 张先生说,今年1月中旬发放了去年的三薪和绩效 他发现少了两万多块钱 张先生说,劳动仲裁的结果要等到5月份才知道 他打算工作先干着,最后该给多少他就拿多少 但没多久,公司的人事主管找了过来 补偿机,经济补偿机,就是有三万块钱 就是你把这个合同,这个协议数签了,你该仲裁仲裁 但是呢,我当时把这个给律师看了 律师告诉我了,你这个字不能签 你签了以后吧,这里有一条 就是签本协议约定了义务后,双方再无任何劳动 经济纠纷,那我就没法,我这个仲裁就没法打了 以方责任一栏写着,在以方完成离职移交 甲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后 双方再无其他任何劳动,经济纠纷 张先生说,他不认可这一条的内容,就没有签字 结果晚上临下班之前,他就给我拿了一个解聘通知书 就是单方面强行违法的解聘我,我当时没有收 我对这个事情,我是不接受不认可 首先我没有违反,就是说规定啊什么的 我是不接受,我要来打卡,我要上班 能打吗? 打不了啊,所以在门口拦着我,非常霸道的 不用我记 张先生还穿着和小区门口物业人员同样的工作服 但昔日相处了两年多的同事,并不想让他进入小区 张先生说,自己手机里还有一个叫润工作的平台 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向更高一级领导反映问题 现在也已经登不上去了 所有的那个账号,甚至我那个,我周日那天我来看了 把我电脑,就我用的办公电脑都藏起来了 我要保护我的保护记录,因啥呢?我不瞒你说 我在这工作的时候,我勤勤恳恳 我的加班,我就跟你说,不用多 三个月的加班,我就已经达到了快50天 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有那个专门的那个对接 那个媒体对接发言人呐 因为我们这有相关的管理规定 那我怎么跟他联系的上轮 你把这样子吧,就是把你们的信息和需要采访的一些 那个信息团,我们这里 对对,我是东西 记者留了电话,以及需要了解的内容 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华人质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分公司的相关回复 张先生打算把现在的情况再次反映给劳动部门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